迅速升空射向目标 这是日本最先进的12式反舰飞弹 这款飞弹增程后最远射程可达1500公里 近期才进驻距离台湾只有270公里的石渊岛 这回远赴澳洲首都在当地进行试射 出席时尚规模最大军演代号护身军刀 护身军刀除了澳洲美国领衔 还有日本南韩加拿大英法德等共13国3万人参加 主要进行时代演练和两期登陆等演习 多国军演浩浩荡荡之际 美军独立及滨海作战舰坎培拉后22号在选离正式服役 加入美国海军现役舰队 这支美军舰艇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港口成军 凸显美澳两国军事关系紧密 主要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应对中国大陆在印太地区扩张的势力 不过与此同时 大陆和俄罗斯则正好也在一同打秀军事肌肉 这场演习中俄两军都派出海空兵力和装备参演 中俄两国的北部联合2023军演20号在日本海登场围棋四天 俄罗斯承认这是为了维护亚太和和平稳定 沿袭宗旨和美国为首的军业类似 两场军事演练 两派阵营持续互别描头 订阅新闻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